用手指做加法 这是一 这是表示用手指指出来的数字 加永远是大拇指 这要记住了 那就是一加一 等于等于是握拳 等于二 然后是二 然后这又是加一 又是等于三 三加一等于四 四加一等于五 五加一等于六 六加一等于七 七加一等于八 八加一等于九 九加一等于十 这样一来 就是两个手都在动 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 这是加法 简呢 它不是伸大拇指的 就要伸小指 那就是比如是十 这是十吧 十减一等于九 九减一等于八 八减一等于七 七减一等于六 六减一等于五 五减一等于四 四减一等于三 三减一等于二 二减一等于一 这个吧 这个加法和减法全部都说完以后 你不要着急 他马上能够做出什么 刚开始就先做 慢一点都没关系 但是他要知道自己伸哪个手指 这个也是天坛医院和宣武医院 在解决这些要痴呆人的时候的一个动手指的一个方法 所以他既动了脑 又动了手指 又动了嘴 让三个合一 他就不会让自己的痴呆状况来得那么快 就一定要让他平常动这些 麻烦你 慢慢教教你爸爸